萧炎是嘉南学院的救世主 他拯救了嘉南学院几次 嘉南学院作为斗期大陆上很有名气的学府 底蕴也是极其深厚 尤其是学院内的真正强者 随便一人放到黑角域 都能成为一方势力的首领 就是这样一个实力与底蕴同样强悍的学院 却被萧炎出手拯救了几次 萧炎也成为嘉南学院的救世主 那么 萧炎拯救了学院几次呢 一 对抗寒风 压制一伙 萧炎来到嘉南学院的目的 就是为了允落新年 不过 想要凭借一人之力收服允落新年 对于当时的萧炎来说 无疑于异想天开 不提内院有大长老这样的斗宗强者 就算是允落新年本身 都能让斗宗强者颇为狼狈 更不要说顺利收服恋化 在允落新年爆发后 寒风便带着黑角域的众多强者 前来学院抢夺 虽然说大长老苏千 他们能够应对 但也会失去对允落新年的掌控 好在萧炎在要老的加持下 为学院解决了寒风这些麻烦 不然允落新年 极有可能会脱离学院的掌控 整个内院都会遭到波及 虽说学院暗处隐藏着 千百二老这样斗宗巅峰的强者 但他们只会在学院生死存亡之际的时候 才会出现 这次爆发 萧炎算是立了头功 学院也专门为萧炎立起一座雕像 二 为学院找到新一伙 萧炎在允落新年爆发的时候 确实是帮助内院解决了不小的麻烦 但也将麻烦彻底解决了 直接将允落新年收服炼化 这也让内院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即使后来萧炎奋出部分允落新年 能够让天坟炼气塔继续使用 但这与之前相比还是差上很多 后来 萧炎深入岩浆世界 发现了一朵诱生的允落新年 并赠送给了内院 这对内院起着重要的作用 因为诱生的允落新年在内院的培养下 算是内院换养的义务 等到成熟的时候 再也不会出现暴动的现象 从根本上解决了内院存在许久的麻烦 算是让内院重生 三 阻止魂族对学院动手 在大后期的时候 魂天帝集齐了所有古地 知道了古地洞府在黑角域 他们便派强者提前赶来清场 当时魂族派出的 有半圣 斗尊 斗宗这样的强者前来 在看到学院内树立有萧炎的雕像后 魂幽也是起了杀心 想要血洗加南学院 虽然当时的千百二楼及时赶来 但他们只有七星斗尊的实力 在魂族的强者面前 根本没有反抗的机会 就在魂族要动手摧毁萧炎雕像的时候 萧炎及时出现 将魂族所有人全部抹杀 可以说 加南学院这次是萧炎从鬼门关拉过来的 不然 整个学院所有的长老与学员将会无一幸免 我们怎麼到这些都是 和多大师大师完蛋